等一下,我們現在都...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看到 歡迎大家... 你的聲音好像有點遠 你的聲音好像有點遠 因為它距離Phoebe的相機太遠了 收音不是它自己的相機收 我Mute了 喂喂,可以嗎? 可以嗎? 好一點 有點性感 誰在說話 當然是我,最壞的是Anthony OK 可以嗎?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Lyka的工作計劃 接下來的計劃是什麼 首先,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隨便舉手 我可能未必會留意到 不過Phoebe會告訴我 那... 就... 我如果不是馬上回答的話 就介紹完之後再回答 可以嗎? 不好意思啊 不懂用兩部機器 你又開了嗎? 首先最基本的是Like Atlanta是什麼? 大家可能一直都在手機裡面已經安裝Like Atlanta 我們之前其實沒有說得很清楚 不過很清楚的就是它不只是一個錢包 其實我們不是很想把Like Atlanta成為一個錢包 雖然它有這個功能 大家要Hold Like On 所以用Like Atlanta去管你們的密事 但是基本上我們不會這樣去推廣Like Atlanta 因為我覺得如果純粹說這個 為了Hold Like On 就下載這個APP 我覺得不是很好的設計 那Like Atlanta其實就是一個 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for Readers 我稍後再進一步解釋 之前我們解釋Like Atlanta是什麼 很多時候會從生態的角度解釋 例如Edmond我都寫過不少 我自己都寫過一些 Like Atlanta全名是Republic of Flight Atlanta 讚賞公民和和國 它作為一個生態 現在有900多個網站 甚至1000個網站在裡面 我經常會把它類比為一個 網上媒體的歐盟 即是說每一個媒體 它會有自己的 它會有自己的 独立性 它有自己的內容 自己的品牌 去偏才自主等等 但是這個 這個共同體裡面 會一起使用同一種通證 這個通證當然就是Like Coins 然後我們透過Like Coins的使用 會用一種流動民主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共同體的管理 對於歐盟來說 歐盟這個歐洲共同體 它的管治就會是 譬如GDPR等等的政策 對於Like Atlanta 我們有的政策就是 譬如我們剛剛 上個月通過的第一個proposal 的政策就是 究竟應該有多少驗證人呢 有什麼條件呢等等 接下來的政策也會有 包括譬如 怎樣去界定 Disinformation 即是俗稱的假新聞 或者由誰去判 假新聞又應該怎樣懲處呢 這些網站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問題 都會透過流動民主的方式去處理 這個是我們和其他中央化的平台 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就不想 不是說剛才那些是比較 就是大家嚴格說政治 或者說得很高大上的事情 而是比較從用戶的角度 就是希望你可以和你媽媽都解釋到的一些概念 即是如果你捉住父母 你把一個like land放在手機上 那你告訴他這是什麼呢 那我剛才說了 like land其實是一個social network 那 Facebook已經做了15年了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做social network 當然就是我們這個social network 和Facebook的定位會很不一樣 第一就是它作為一個social network 它是針對讀者或者針對內容的愛好者 中文比較好 就是可以用四個字就總結了 我們想做到什麼 就是以文會有 我們會強調一個很低噪音的環境 就是不是上到一些出發租 有很多loisy的 很多雜音 就是沒有辦法 錄到一些真正有質量的文章 我們會強調那個深度 而不是它有幾多東西 有幾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將它總結為三個筆 這個說法有些大陸的說法 三個筆 一個就是不會有過多的社交 具體體驗為 不會有點評 點評的意思就是 通常我們轉發篇文章會 加兩句 就是說這篇新聞怎樣怎樣 這篇文怎樣怎樣 在like land裡面連這個也沒有 也不會有留言 你看到篇文章 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我們會希望你如果留言的話 去回那個文章的平台本身 就是我們合作夥伴 剛才說的一個九百幾個 在那裡留意 而不是在like land裡面留意 也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表情 甚至乎沒有 像我這樣沒有表情 甚至乎沒有upload download 就是向上向下 這也是很多人給的意見 就是like是向上的表達 就是讚賞的表達 很多人給的意見 我可以用download去彈 這個我們也不打算做 可以理解為 Facebook是一個很強調社交 但是在強調社交之外 幾乎可以說殺死了媒體的 一個 社交網絡的演繹 而like land想做的事 正好相反就是 基本上我們想做的是 扶植媒體去 為媒體充權 empowerment 而裡面會有一個很流行的社交元素 那我稍後會說 有沒有點評 有沒有留言 有沒有什麼 究竟有什麼社交呢 那like land裡面也不會有廣告 我們不會賣廣告 不過我想釐清一下 就是 你可能也會看到廣告 不過那些廣告是 整個合作方 就是當你點進去某篇文章 或者新聞裡面 可能那個平台裡面會有廣告 但這個不是我們like land做的廣告 這個收入也不是進入我們的袋 第三個筆 這個很重要的我覺得就是 雖然 這個小狗喜歡說AI 但是我們不會用AI去做內容的分法 就是說 不會有一篇文章在你的feed出現 是AI推薦給你 或者AI幫你選出來 或者AI幫你排上最頂頂的系統 當然我們會有選法 就是任何APP都會有選法 就是你 就算純粹是按日子 日期去排 這個也是一個選法 但是我們的選法會是完全公開 透明 甚至乎是開圓 就是你可以見得到 你可以完全知道 因為一個什麼邏輯 這篇文會出現 這篇文會出現 這篇文會是第一 那篇文是第二 等等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哪個 寫那個 那篇文說有重要的公佈 如果真的有重要的公佈 我想就算是這個 Superlike 就是likeland最主要 最關鍵 最獨有的功能 Superlike 我們看看likeland的歷史 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 就是過去兩年 我們經常說的口號就是 化讚為上 英文 reinvent a like 如果用一個公式去表達 就是like等於reward 讚等於上 體現在likeland不停 那現在我們等於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階段的likeland要做的就是 如果用回剛才的第一階段去比較 就是我們這次要reinvent a share 而大家都知道 like和share正正就是社交網絡 兩個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reinvent完第一樣 差不多了 現在就reinvent第二樣的share 用一個公式去表達就是reward等於share 具體的體驗就是用superlike來演繹的 reward和share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大家想想想 在facebook裡面 我們經常看到的東西 我們share 很輕易分享 但現在我們在likeland裡面 不是這樣的 而是如果我要share 我就要reward那個創作者 即是說我要付錢出來才可以share 或者反過來 如果我付錢的創作者去reward他 我就會share這篇文章了 那有什麼效果 即是我們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第一就是 既然你都share他了 即是說你很認同很讚賞他 我假設你的share不是嘲笑他的話 那不如把likecoin拿出來去reward他吧 其中一個效果就是一個 可以說是 一個 副作用 但副作用其實很重要的就是 Facebook裡面充斥了很多內容 我們想回其實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貼東西和轉發東西是不用錢的 那我就不斷轉 可以轉100篇一千篇 反正沒有限 Facebook 但如果我們想回 如果每一個轉發是需要錢的話 大家做的轉發 即是貼文章或者轉發是要錢的 那我的轉發會很謹慎 那文章的內容會有限 但是質量也都隨之提高 那這個是這個設計的兩個重點 那其實superlike除了是reward和share之外 其實還有兩個功能 一起達到的 所以superlike是比 tinder更加厲害 一次過五足四個願望的 第一個願望就是 剛才說了 reward 因為superlike會trigger12個likecoin 這個是暫定的 那先假定12個likecoin 就會給到 這12個likecoin 不是給我們 就是不是給平台方 不是給Niclet 而是給創作者本身 就是給這個文章的作者 以及給我們將它稱為content jockey DJ大家都知道 disc jockey 就是disc jockey最擅長的就是 聽很多歌 選歌 很熟悉一些歌手等等 content jockey就是這種人 或者中文通常會叫作 策展人 content creator 我們將它稱為 content jockey CJ 另外亦都是分法 就是share 具體的表現形式 就是 當你superlike了一篇文章之後 你的follower就會 在他的feed裡見到這篇文章 即是現在的 Facebook可能沒有那麼直觀感覺得到 Twitter會比較接近一些 另外也是一種互動來的 即是你吸引了作者的注意 因為當有人superlike 那個作者的文章的時候 like then的app就會有些特別的提示 這個就是 我是抄襲的 這個當然是名字Tinder 你每天可以like很多人 但你只能夠superlike一個人 所以他會收到特別的location 特別去注意你 因為你可以like很多東西 但你只能夠superlike 很有限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superlike 一定是很重視那篇文章 這個也可以理解為 這個也可以理解為 接著下來的那個公文 可以理解為一個 方向式挖礦 我把它稱為 Proof of Distribution 那我稍後會 進一步說 但簡單來說 你透過superlike 如果你真的 superlike到一些好的內容 因為你的superlike 而發現了這些內容 而再superlike 你是會 反過來 會賺到like coin 這個 這個 用了like coin 來的 引接了like coin 來的觀眾 可能會有印象 這個其實是兩年前 兩年有多 之前 我們當初做like coin 的時候 介紹了like coin 白皮書 這條片的一個截圖 我們有一個概念 叫like rank 就是說 like rank 我不介紹 但是 看回這個圖 說的就是 在 一二三四層下 一個這樣的架構 我們 可能剛才那個說法 比如 這個人 superlike了他的文 下面的人 因為 有follow這個人 而發現這篇文 又superlike他 那麼 第四個人 第四層的人 又follow他 而發現這篇文 這篇好文 又superlike了他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四個人 分別都會 得到 四分之一的like coin 就是十二個裡面 每人分到三個 那我再說一次 那個 可能再 一些例子 去說 譬如 這個是 黃牛山人的文章 大家知道 有個 三個人 請到這裡 那 Daisy 看了 黃牛山人的文章 很讚 她 superlike了那篇文 然後 Phoebe Phoebe有followDaisy 不過她 沒有follow過黃牛山的文章 她就會在 自己的like link 她打到like link 那篇文章 就會見到黃牛山那篇文 於是 她又superlike了 最後到我了 因為有followPhoebe 那 就發現黃牛山人的文章 那我又superlike了 那最後會怎樣呢 好啦好啦 又是這樣的 好 然後 我就給我自己三個 Phoebe三個 讓大家每人四分之一 那我把這個機制稱為有機的內容農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大家想起內容農場 雖然好像是一個很負面的字 但是內容農場 其實不是沒有它的價值的 某程度上 很多時候 可能如果不是因為內容農場 不會有那麼多人發現到一些好的文章 但為什麼我們把內容農場 視為一個這麼負面的字呢 其實是因為內容農場 自己立了好處 就是立了能量 立了廣告收入等等 而沒有將它的利用或者收入分配給作品原本的創作者 所以如果我們找到一個機制 就像剛才這樣說 如果Phoebe是偷了黃學山人編品去貼 然後我supportlikePhoebe 或者likePhoebe 它就在一個內容農場 但是如果它有依照我們的機制 即是說Protocol 去到一層一層地把利用分配上去 這個其實是對於 對於他和黃學山人來說 是一個相贏 對於成立生涯來說是多贏的局面 因為大家都分到like coin 黃學山人的文章散了出來 我作為一個讀者 我作為一個讀者 又可以滿貴的創作 我自己也都發現了一篇好的文章 甚至乎當我在superlike的時候 我自己也成為這個傳遞 傳遞內容的心態的一部分 也賺取到like coin 那為什麼我說 剛才有一句說話說 Superlike其中第四個功能 就是可以做到 所謂創作即滑礦 sorry 我再分享即滑礦 就是因為這個case 如果 譬如Bot 我不再說黃學山 Daisy等等 這裡我正在假設一個 Social graph Yves有Follow Dave有Follow Carol有Follow Bob有Follow Alice 如果在這樣的Social graph之下 那 Bot很快就發現了Alice 那一篇好的文章 那他Follow Superlike出去 因此令很多人接觸到那篇文章 那他很可能是會 賺到錢的 即是他 他是 所謂 content jockey 還有一個意思就是 他是一個白樂 他是一個騎士 他是一個白樂 他發現了一篇好的文章 而且被其他人都早發現 很多人是因為有Bot 轉發出來才發現 他有Superlike 他在上面 因此會分到很多的like coin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即使他好像付出了 一個Superlike 即是12個like coin 那樣 但是其實他可能會回頭 還會賺到錢 那對於Alice來說 有沒有傷害到Alice 這個肯定是不會的 第一就是 無論他有多少層 即我這裡說的是四層的例子 但就算他有五層、六層、十層、一百層也好 Alice永遠是有份分的 即我們只會分成四份 但是當他超過四層的時候 就會是創作者本身 和最後的三層 會分到這個12個like coin 所以Alice永遠是有份分的 第二就是 剛才我沒有觸及到的 就是沒有解釋的 就是Superlike 不是一個新的按鈕 Superlike是同一個like coin的按鈕 但是當他like了五次之後 他就會變成一個Superlike的按鈕 那你就可以Superlike下去了 換言之 每一個Superlike支持 其實都有五次like的 那這五個like 產生的like coin 全部都是入創作者數的 那所以 對於Alice來說 整個Superlike的機制 對於創作者來說 整個Superlike的機制 一定是會幫到創作者的 那講到創作者 我回到幾張範圍之前 就是這裡 創作者面對的問題 不外乎就是 一就是賺不到錢 二就是賺到人看 那如果我跟回 這個框架去理解 我們在like coin做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希望幫創作者賺錢 就是透過賺到like coin 而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就是 第二個階段就是 我怎樣可以找到人看 那當然最大的前提就是 創作者先要做好的內容 否則神仙都幫不到他 賺錢都沒有人看 我們只不過是 在創作者有好的內容 這個前提之下 希望做到一套機制 去幫他賺到錢 和找到更多人看 這個是like coin的核心設計 基本上已經講了七八成了 那很多人關心 我們like coin 究竟怎樣賺錢 我現在終於回應一下這個問題了 就是 一就是 我想我們在一段時間之內 可見的將來 Superlike會是一個非賣品 我們只會 可以送給Civic Like 或者一些合作的媒體 讓他們可以首先使用 然後他們也可以作為一個 content jockey的角色 將一些好的內容傳達出來 這個也會回應到很多時候 有人問到 Civic Like那條 那條feet 那些文章是怎樣的 現在是有一個簡單的選法 就是你follow了什麼 作者出什麼文章就會看到 遲些呢 遲些就會在某日 我想大概5月遲的話 遲的話 6月 就會變成是 Superlike的文章 才會在你條feet 出現的 而到時呢 只會是Civic Like 或者小部分的 合作方 那些媒體 但媒體 其實本身就是Civic Like 所以其實到時 只會是Civic Like 手上才會有 一些Super Like 去做內容的 轉發和篩選 其次呢 我想預告一下 就是我們除了剛才說的 Superlike等等 Likaland 我們也都在 抹磨緊固地 設計中ISCN 就是說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ntent Number 就是對應每一本書 有一個唯一的ISCN碼 我們希望令到每 作者可以令到每一個 自己的作品 無論文章也好 照片也好 都有一個ISCN碼 簡單來說就是說 如果從技術的角度 即是將內容上鏈 將內容的MetaData 原資料上鏈的 這裡也是一個收費服務 因為一來真的有成本 二來我們需要生存 需要一個收費服務 那麼 遠一點的 我們會有 或者可能不是我們 而是第三方 會做Litecoin的雙城 雙城除了可能有收入內容之外 也會是一個 跟實體世界的對接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商城推出之後 其中一個商品就會是 Amazon的Gift Card 或者是 香港的那些超市 那些超市的Gift Card 有一些部分的作者 或者用家 他沒有什麼興趣 或者說怕煩 不想去交易所做兌換 或者做KYC 或者註市 他就直接可以用Litecoin 買入 收入市場的券 那就變成可以把Litecoin 用到實體世界 但是就不需要去跑那些 那些 KYC 啊 Wallet 或者是 交易所等等的想法 等等 最後 也有一個 計劃中可能會做的 就是未落實 可能會吵的功能就是 創作者 或者Content Jockey 可以E-mail 一些Followers 那這裡 我純粹一個舉例 可能會收兩個Litecoin 譬如他有一千個Followers 我就可以拿兩千個Litecoin 出來 去E-mail一次我的Followers 當然我們尊重Followers 他可以關掉那個 可以不訂閱 雖然是他自己選擇Follow這個人的 但是不代表我一定要收他的E-mail 我可以關掉他 不過如果不關的話 這兩個Litecoin 其中一個是Followers 自己會收到 就是說 我要收你的E-mail 我會收回一個Litecoin 作為收你的E-mail的代價 這也是一個 善在我們將來的三個月 最後 大家可能會知道 我以前是做遊戲 過去十幾二十年 你想像回 如果Litecoin是一個類比 或者一個遊戲 Litecoin是一個遊戲世界的話 其實Litecoin就是一個遊戲世界的遊戲幣 這個遊戲幣可以透過打怪 做任務可以獲得的 而在Litecoin裡面 當然這些打怪任務 其實就是寫文章 拍好的照片 或者做好的新聞報導 而遊戲幣越多 一個角色當然會越強 對於一個遊戲 而在Litecoin裡面的演繹 就是Litecoin越多 你就會有越高的投票權 你會影響到 We public of Litecoin的一些政策 這些政策包括 可能是 剛才有舉的例子 如何去理定 去假信息 所謂的假新聞 如何去懲處 或者是如何去理定 不健康的內容動場 如何懲處等等 這些都是 大家會有一個遊戲幣越多 就是Litecoin越多 會有一個越強的發言權 相對來說 這個遊戲 就需要充值 需要用美金 或者其他全部貨幣充值 可以買到金幣 Lite也一樣 需要充值 才會 買到一些 特別的 道具 這個特別的道具就是 SuperLite Lite就是普通攻擊 Lite是普攻 而偶爾就會有一個SuperLite 可以使出這個大招 而這個大招 在最初這個階段 是非賣品 我們只會送給 Civic Leica 但可能到了成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金幣 即是美金去投賣 這個是把Litecoin理解為一個遊戲 把Litecoin理解為一個遊戲 把Litecoin理解為一個遊戲 令大家理解 Litecoin想做到什麼 最後 如果大家連Litecoin的APP 都沒有 我這裡有QR Code 希望大家 數一數 再加入Litecoin的APP 現在還未見到 我剛才說的各種feature 不過 逐漸你會在4月 5月 6月 這幾個月份 即是第二季度 就會慢慢 逐步見到剛才說的feature 出現了 我亦預告一下 幫黃牛山人 就是我們在本月 不久的將來 可能是兩星期之內 就會開始有一個推薦計劃 推薦朋友 即是用你的推薦碼 推薦朋友 去裝Litecoin 雙方都會賺到Litecoin 因為之前我們還在一個 Litecoin的測試階段 還是一個很基本的功能 現在逐漸成熟 我們就一次推廣了 現在的下載數 即是我們在沒有推廣的情況之下 過去幾個月的下載數 大概是五千多 未到六千個 而我們今年的目標 是要做四十萬個 最主要的下載地方 我相信我們是香港和台灣 但是我們的目光 就絕對不是說 只是做香港和台灣 未來也會 可以期待它會再有其他語言 再延伸到其他地方 香港是一個Head start 香港是一個試點 亦都是整個Litecoin計劃 第一個可以試到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多謝大家 有些問題 有些問題 Jimmy問開支一條Support 這個可以做多少次呢 看看 先看看 我看看Check room Jimmy 是 我打個招呼 GIMMY在哪兒 見不到這條問題 então看到 Jimmy G 你好 你好 好 剛才說了Superlike是非賣品 首階段 我們會送給Cyvic Liker 但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希望做一天兩次 做一次晚一次 為什麼這樣做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一開始說了Likerland 雖然是社交網絡 是一個社交網絡 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幾年前都說 Likerland不是做社交網絡 大家是否反口呢?是否釋現呢? 你可以說是 可以說不是 是的 就是我現在是做社交網絡 但不是的 就是我所謂的社交網絡 和一般人的社交網絡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所謂的社交網絡是 我所謂的三個筆 也有很多社交網絡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很認真地閱讀 只不過是它有一個極少的社交網絡元素 兩個 或者說一個就是like 一個就是superlike 可以發現到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說一些我認可的 content 他會轉發什麼文出來 第二就是我們希望做到深度而不是多 就是我希望有一個一條不是永遠都 scroll不完 什麼時候都會 即是你會有個心魔 經常都會上去看一下這條feet 這樣的內容出來 所以某程度上可以說是 那是more 有班上的年紀的可能會知道香港 即現在就有少量日報 但是從前香港還有晚報 即是 除了日報 你也叫晚報 即是有升到日報 升到晚報 日報就是講昨天什麼新聞 晚報就是講日間發生什麼新聞 那我大概是想說 不影響這種用戶體驗 即是說 希望大家可能上班之前 看看那條feet 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 下班 即是通勤的時候回家 看看那條feet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 所以亦都會希望設計到 詳異來說 Superlight 基本上是一天會有兩個 這個是Jimmy 的問題 還有人問 Anthony 的問題是嗎 How to Determine 這個當然是用市場價去計算一下 不過我剛才說那個雙城或者什麼 它不是 譬如 Superlight 是一個我們已經落實的功能 亦都排了上日程已經開發鐘 但雙城那些我們嘗試給大家 雙城E-mail ISCN等等是遠一點的 我是嘗試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很關心我們生存的問題 經常都問我們怎麼賺錢 什麼時候倒閉等等等等 我想告訴大家 可能一年之後 可能兩年之後 我們會 可能會有這樣的功能 而裡面也會有毛利 但是大致上的原則 我想零豪 exchange rate 一定是會參考 就是在投資的市場價 Referer rate Elizabeth Referer rate 是否就是推薦一個人 Edmond答了 Referer rate 推薦Refera和Referee 都是有100個Like 其實我是否不應該這麼早劇透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這兩個星期 無限再推出這個功能之前 好到要到時才會 不過不會的 我想告訴大家 因為 我沒有理由 找大家笨 到時 hopefully 是可以填一個推薦碼去 去啟應 糟了 你不要把這個體制為承諾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不過 這個細節還在處理著 另外兩個問題 Dacy問了一個 十年願景的Road map問題 感受性 是否就是感性 先看看 我先看看 十年願景 第二年第三年 過了兩年半 其實過了25% 現在是到了多少成 如果以時而近 就是零半 我們 由 白皮書 到現在 想法的變化 一定有 我根本是沖 寫白皮書 然後 人就消失了 完全可以 不用改 不用成功 很多東西可能當時是 看漏了 看不到 不懂 等等等等 所以是有一定的修改 但是 老土 這樣說 既然這是所謂的感受性 問題 我會想說 其實初心是沒有變過的 例如 剛才大家看到 我找回 兩年多之前的 那條 Animation 去解釋 這個 Content Footprint 就是 整個想法就是 一來希望多贏 多贏 有一個 我自己 一個錯的翻譯 但我自己喜歡用的翻譯 就是 共和 相對 零和 消心 我們是希望 共和 或者多贏 二來 是希望 一直都希望 回饋創作 回饋創作 我剛才有說 創作 人 其實不外乎都是面對兩個問題 不包括他沒有靈感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幫到的 但假設他有靈感 也推出了好的作品 他面對的不外乎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找不到人看 即是說 現今的世界 資訊太多 平台太惡 等等 算法主導 我沒有辦法找到我的粉絲去看 甚至乎 反過來 我自己作為某些作者的fans 我自己反過來 我都會覺得 明明我是fans他 我也看到一些東西 因為 就是因為 被算法主導了 另一個就是 找不到錢 那麼我們 兩年半打下來 現在處理第二個問題 是否代表 賺錢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當然不是 只不過是代表 在技術上 我們已經 做得差不多了 但在規模上 是遠遠不足的 即是我們 去年 目標1萬個讚賞公民 現在只不過做了14% 14點幾個 即是已經 超過了兩個 三個多元 還是做了14% 今年 今年依然希望做了86% 即是希望做1萬讚賞公民 而且就算1萬讚賞公民 其實 對於這麼多創作者來說 都是杯水車身的 只不過是 那個技術框架已經做得 八百九九了 這樣純粹 是要繼續營運 維護 和 所以我們開始做第二階段的事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問題 但我想起另一個 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 最近有些很有趣的數據 自從大家都戴口罩 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的 這個階段 出現了很多特別的數據 比如 Mobile Mobile data 其實少人用的 因為很多人在家用Wi-Fi 反過來 即是Fixfine的 就是Blockband等等的 usage 就取得很厲害 因為大家都看Netflix 然後有另一個數據 很有趣的就是 很多平台 內容的平台 的流量是上升得很多 但是 他們收入其實是下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 答案很簡單的就是 因為 沒有人賣廣告 你也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 舊有的模式 即現在的傳統模式 廣告主導的模式 其實 創作者 或者讀者 從來都不是老闆 他不是出資的人 其實那個平台 服務的是廣告商 所以即使現在 多了那麼多人看內容等等 反而 平台收入是會下跌 就是因為 他們其實是用廣告 創造收入的模式 那既然大家都不 創造收入 即既然大家都 不消費 就是廣告商 也都要收廣告等等 所以平台收入會下跌 甚至乎 去Google看看 你搜尋 Air Line 基本上 整版都沒有廣告 因為Air Line 全部套縮了 酒店也沒有廣告 那 我們做的事情 一直都是希望 不是很想說 亂反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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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 但是 至少是希望 在一個亂局裡面 去找回一些秩序 或者說在 過分依賴廣告收入模式的情況之下 去到 有一條出路 即不是為了一下子可以 改變到模式 也都不是說完全否定 廣告模式 或者訂閱模式等等 只不過是覺得 可以有第三條路 Wordpress 會不會有 upgrade 有 這個問題這麼好 誰問的 Albert Albert 你好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誰 這個問題很好 我覺得 坦白說 Wordpress 的putin 是我們有些 忽略的 一個產品 Albert 是這個 HK 好 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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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為什麼說是忽略呢 就是 其實是 做不了那麼多事情 簡單來說 有比較多的事情 我們想在 Wordpress plugin實現 但因為時間花了去別處 那就 沒有把Wordpress plugin 做得更加 更加完善 那接下來 我們會 step的話 我不敢答應 我其實和你的心情差不多 我希望會有 我希望在 Wordpress plugin 看到 因為我先買廣告 我有自己的網站 例如 ckexpress.com 我會希望在 Wordpress plugin 幫我計算到 我那篇文章 譬如有多少 有多少 有多少瀏覽量 然後有多少閱讀 多少閱讀 會變成 多少like 變成 多少like iCoin 我希望看到 不過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三個月之內 都沒有希望 但是 但是我們是想做的 不過要擠到時間 才行 其次 我預告一下 Wordpress plugin 會將會有些很重要的 feature 就是 可以把你的文章 放進去 IPFS 或者申請剛剛 我們的 ISCN 就是 一句說 就是 decentralized Wordpress 你仍然可以用 Wordpress去管理 你熟悉的 Wordpress 去管理你的網站 但是同時 我們可以透過 那個 幫你的網站 做到 中心化 不會太依賴 一個站 或者一個月名 如果你的 網站 是 好像很多其他網站 被 某個國家封了的話 那 除了 那個 domain 就會 access不到 那 但是依然都可以透過 IPFS 等等的認識 去接觸場內的人物 另外 Dazy問 我的費用 對於我們 日臣的營運 實在有沒有影響呢 好 我再說多一點 補充一句 Wordpress 那一個 Edmond在 那裡說了 我 我擔心有些 朋友看不到 chat room 雖然是 Wordpress 那裡 三月之內 做不到出來 但是 好消息就是 Like Orlando 馬上就會有 都不是馬上的 就是兩個星期左右 日內 我不幫同事 答應兩個星期 不過我想我可以答應四月之內 那個 那個 like land的app 就是手機app iPhone 或者Android 或者iPad download like land 你就會看到自己的statistics 那 敬請期待 武漢肺炎 少少 如果說完全沒有影響 是假的 但是 對我們工作來說 不算影響很大 因為我們本身 都是比較適應 善上生活 所以 少少效率上的東西 就不多不少會有 但是 我想不是影響到 我們算是打擊比較少的產業 以 Icon Foundation來說 基本上 所有東西都是 Fullgear開發 多謝大家的問題 看看幾點 還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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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到一個小時嗎 我不妨礙大家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不會 就是 撐到這個1.3才接收 給多 我們給多30秒 看看有沒有更多的問題 看出來 我看一下版面 還有十分鐘 不如給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Albert會不會介紹一下自己 即是 推廣一下你的Good Post 不如給15秒鐘廣告時間 好啊 大家好 我是Albert 聽不聽到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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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是一個 新成立的一個 叫網站 或者是一個blog 但是我們的blog 主要是主要是 一些叫做 社創的一些故事 還有一些關於SDG 關於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Go 聯合國的 這些議題 其實在台灣 有社企劉 這個 主要是關於 這些社創故事 我們想香港 我們都可以 一個這樣的平台 去做這件事 現在我們都 有大約三十幾個blogger 但是我們都很 歡迎多些人 去 對社創 這件事有興趣 去找我們 那就真的很 多謝你們 LikeLab 這件事 或者LikeCon 其實我們都 真的 純粹是沒有什麼 可以獲得到 給我們的blogger 但是 對於他來說 有個LikeCon 他覺得 原來真的有 一個Like 或者一個 認同 他們的東西 希望 這件事可以再發展 多些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Jamie 會不會介紹一下 你的 project 或者什麼 你好 各位 我其實加入了另一間 的blockchain 公司 我們都是在做一些跨鏈的 看到blockchain 其實兩個大問題 現在很多時候 鏈和鏈之間 還未懂得溝通 第二 就是有些鏈很慢 主要的鏈很慢 我們在想 我們的公司就是想 如何去解決這件事 就是跨鏈 和令到鏈的交易 可以快一點 公司就是 parity 我是在裡面 做 就是打工那個 是的 還有沒有人想 不要客氣 宣傳一下自己的 有Like 按鈕的網站 等等的項目 等等 我可以嗎 Anthony 好 好 我是Anthony 其實我自己 現在是在Social Career 正在做的 但是其實有一些概念 在做的 就是 叫做電子賣旗 其實就是 很初步的階段 但是概念 如何走下去 會不會有效 就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 認識Social Career 其實就 賣廣告也可以 是嗎 當然 當然 是 就是一個 儀管理 就是儀管理 或儀管理 的平台 主要是 一個平台 提供儀管理 職業 給 NGO 找些儀管理 幫忙 後面就有一堆 工具 幫助NGO 去管理 所有的 而最主要的概念 我們有一個 叫做Social CV 就是 希望可以帶給所有儀管理 所有儀管理的路 其實是 通過我們 這個平台 可以通過他們的 Social CV 看回整個 儀管理的路 等同於你的 職業的路 的概念 一樣 我們曾經嘗試過 用Likon 去我們的儀管理 服務 看看能不能幫助 NGO 去賺到 外快 但是 當然 再牽涉到很多 問題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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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是 拔起了 沒有 Diamond 下去 但是 現在 希望可以 透過 Likon 或者相同的 Procode 再幫助小型 或者去 做一些 可能不太大型的 籌棋 短時間 很快 可以做到某些 其實 都有一些 在 我們叫做Discord 但都在很細節的階段 怎麼走下去就不知道 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會再 希望有其他人可以幫忙 我是這麼多,高總 嗨 我回答一下check room 的問題 可能是最後一個,因為時間還有六分鐘 問題是 Daisy 提出的 自從議案通過之後 究竟怎樣去 現在就是靠嚴證人 開城報工地 公佈他的業務 或者做什麼等等 那會不會有更多方式 要他們開放更多背景和其他資訊 我的答案可能大家未必滿意的 不過我還是要開城報工地回答 其實是沒什麼的 又或者說 不是沒有 應該說那件事不是掌握在我手 其實要類比的話 或者說 讚賞公民基金會 就是Legang Foundation 其實可以說 是這個 所謂共和國的政府 而驗證人 很明顯就是立法會 其實 反過來我們去做某些事 是很多事 其實任何代碼層面 要在代碼層面實現的 Blockchain 代碼層面實現的事 其實都要 驗證人 立法會通過認可才行 反過來 基金會作為政府 這個意義的政府 其實是不會這樣 反過來監察立法會 但是是否代表大家沒什麼可以做呢 當然不是 因為 政府不會監察立法會 但是人民可以 其實那個應該是在 Stakeholder的手上 如果你覺得他們 公佈的事情不夠多 或者是 都不知道 不夠透明等等 應該需要用各種的形式 壓迫他們 反過來正面一點的就是 去表揚一些做得夠好的 即是他有 譬如就算某個議案收入大家意見等等 你可能是 可以選擇Stake在這些 驗證人那裏 如果不能夠 鼓勵得到 那些不夠透明的驗證人 去公佈更多的資訊等等 就將他的 有權將你 delegate在他身上的like coin 轉到另一個 做得更好的驗證人 那麼久而久之 這些做得不好的驗證人就會消失 這個是 這個為我的答案 不是說我想任何一個消失 但是 如果他們真的做得不好的 票在你們手 要 要這個 Stakeholder 本身去做事才行 讀媒那個很容易回答的 或者那個問題是你將你的like ID給讀媒的編輯就可以了 如果 Elizabeth有一個問題是 但是 他有些人問 這點很多人看 但沒有人按個like 按鈴鐺 你有什麼準備可以 宣傳一下 作為作者 我彈給Edmond答 這個問題 Edmond開麥克風 我也沒有一個必勝的策略 但是根據個案的經驗 其實那些user 他未必知道那個按鈕是可以按的 也都未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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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按鈕之後 作者是能夠支持到的作者 那我的做法 會在那個按鈕的上面 做一些call out 就是呼籲讀者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話 請你拍手 讓作者有個心理準備 他拍手的時候 他需要登入 然後他在做那件事 是可靠的 否則他有機會 因為他禁錄了之後 就要註冊 他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然後就放棄 這個是 最具體可以做的事情 時間差不多了 我想 今天 差不多到此為止 不過臨走前 我再接多一次 我們slack的 channel 就是在G0V的 join.g0v.tw 因為 我現在在拖延的時間 因為zoom的設計比較奇怪 一off了就沒有辦法 access回這個checkroom 所以希望大家現在 拿一下 click那條link join.g0v.tw 那有什麼問題 包括誰讀的小篇等等 就可以在那裏繼續去聊 我們可以加進去 等等 連接他進來 今天多謝大家 先 thank you 有 都 OK啦 有20多人 然後 我們這條影片應該都會上回 我估計可能會上回 這個 youtube 這樣 有需要進一步看的 或者 介紹給別人的 希望大家到時就將它轉發了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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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們 請 我們 請